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要有预告 那请问同志朋友 昨天有没有来领超级的明星股 10月份的明星股 那昨天谢谢有来加light的 谢谢 真的很好用 那上一次请你来加light的第一天 第一次 各位投资本还记得吗 是哪一张字卡 是这一张 这一张 二开头的 然后第三季 会入多少 上一次您加的 我说要送见面礼 放字板上 字板上你比较看得清楚 上一次请你加light 上一次请你加light 我说那你有加 先跟你分享 见面礼 见面礼 这个 那当时候你加了 那一天你是有机会的 因为那一天 开盘是开平盘 平盘下 所以那一天你有来加light的 9月22号你赚10% 今天他又攻了7%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来 那昨天政军请你来 我说你啊 来 来啦 真的来啦 不要 不要想太多啦 来感受一下10月的明星股啊 那请问昨天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 来 请问一下 昨天有来的 帮我见证一下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收到 有人打给你 那你有留电话 就是打先打给你 那你是light的 有没有人跟你分享 我这预告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这一张 这一张 你有没有来 你有来加1的 这一张三开头的股票 他今天开盘是开最低 收盘是收最高 7% 但没有涨停板 不好意思 抱歉 但7%够不够 我不知道 但是7%只是一个见面礼啊 说不定 说不定跟这一张二开头的股票 9月22号10% 今天再7% 但我相信他公告之后 就不是10% 就不是10% 7%的问题了 是你连买都买不到啊 那这张股票 投资朋友都知道吧 30几块的股票 今天已经40几块 公告财报的时候 或许变50几 30几的股票 到今天40几块 那公告假设不小心变成50几块 这样会赚多少钱 那这样是哪里来的 这里来的 加个赖就有了 加了没 还没加赶快加 绝对不会漏气 该跟你分享的都分享了 近期我强烈的请你来找政军 一定有想法 什么想法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让你指数回挡的空间 的几率相当大 再讲一次 指数修正的几率 是相当相当的大 那指数修正 为什么还会有明星股 投资朋友 投资朋友 答案很简单 指数没有修正 它没有更大的空间 第二个 成交量不够 那你现在看好的 这些大型的AI 怎么会动呢 这么简单的道理 有一句话这么说 叫潜水无大鱼 潜水就是量 成交量 那个水那么浅 怎么融得下这么大的鱼 投资朋友 这么简单 这我要教你 不用教你吧 所以10月份 你要来 你要来找政军 我现在跟你讲的都叫未来 我知道你喜欢AI 我也帮你挑 没有人知道的AI 不是吗 那希望你要来 那还没有加light 麻烦你加一下 那今天跟投资朋友先讲一下 中秋节快乐 明天中秋节 有看到政军的节目时段的投资朋友也好 会员朋友也好 我有一个要求 中秋节 不要在家里看股票 带着你的家人 去外面吃吃喝喝走走 我再讲一次 如果你有看到今天政军的节目 政军先祝福你中秋节快乐 那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 带你的家人出去吃吃喝喝走走 不要整天在家看股票 看一堆投顾老师的节目 看有什么用 看没有用 要实际上操作 才是真的 好那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请问台北股市怎么看 大家还是很担心这个指数的部分 我也稍微附带一下 指数的部分 今天涨43 成价2540亿 我认为指数 还是有回的空间 不太可能直接上 直接上的几率不大 不要说上到这边 上到这边 上到这边 搞不好还不到这边就被灌下来了 那你认为 我认为指数它是有回答的 但是为什么请你来 我希望你要避开嘛 这叫指数啊 对不对 指数 指数就让它指数嘛 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调整一下 你的心态 如果你单单单纯看按照指数来操作 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如果你是比较悲观 比较保守的投资朋友 我建议你降低持股 把现金部位拉高 那如果你还是想拼的 你是比较积极的 你行动力比较强的 你来找我 请你来找我 我的执行能力比你强 而且我的优点 就是帮你寻找标股 台北股市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之下 请问 这些大型的AI怎么会动呢 很简单啊 不需要讨论吧 好那我们不是要标讨论指数 那我们讨论个股就好了 我前面跟你分享的股票 其实老实讲 你只要有一点耐心的话 你一定赚得到的 我喜欢买一些什么 多头排列的个股 然后三大法人 最起码投信自营商 对不对 外资 不要太偏空嘛 是不是 那基本面营收都还不错啊 至上表现还不错啊 可圈可点啊 那请问投资朋友 你们还没印象 我昨天预告的那一档股票 我昨天预告的股票 事实上 很多投资朋友都猜得到 三开头的股票 那我昨天有特别特别提到 特别特别提到 我是用月线的角度 月线 月线的角度 两个要同时符合 第一个是MACD 第二个是成交量 量一定要出来 那我昨天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你们还记不记得飞鸿 飞鸿当时怎么挑的 投资朋友飞鸿 这个是日线 我把它调成 月线 来 三月份我怎么挑的 第一根啊 临走 临走上 第一根嘛 对不对 量 量冲出来了 所以股价呢 涨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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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从日线的角度来看 日线 日线也很好 很好 很好看 怎么看 日线两条线可以参考一下 一条是季线 一条是月线 绿色这条是季线 黄色这条是月线 当月线季线黄金交叉 也是会走一段 就这么简单 那近期 本周证据跟你分享一档股票 投资朋友 本周 我们讲本周 不要扯太远 加币起 放大给你看 请问这种线型排列 漂不漂亮 月线 季线 黄金交叉 而且接下来扣底的位置都很低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种股票整理完之后 我认为 我认为向上走的几率是相当相当的大 投资朋友 这么漂亮的多头排列的股票 一旦突破这一个位置 海过天空 亲爱的 这不是海空 这股票真的 真的讲过很多次了 它每次在喷这一段 这一段你可能可以怀疑 没关系 但是后面就喷上去了 股票它有它的股性 也就是说它每一次在暖身 这叫暖身 暖身 暖身之后就喷上去了 那这边暖身不够 暖身不够 暖身都不够 那这个暖身就够 绝对够 绝对够 那我也讲过了 我们在五月份 天天买的股票 它叫万债 二十几块涨到七十块 本人的杰作 那涨到七月份 你仔细看 涨到七月份 五月份一直买 一直买 其实我从四月就开始推荐了 四月买到五月 天天买一直买 抠讯收到都很烦 老师你怎么每天都抠万债啊 没有别的吗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别的 那它从五月份标到七月 标到七月 七月 七月当然就要换股操作啊 换股啊 一定要换啊 换什么 勇德啊 勇德啊 那勇德我是不是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我沿路一直买 有没有讲 有吧 那到这种位置 我就讲过了 有的人 设停利点 那没有的人 不要追 我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我认为我在这边 在这边推荐 那你都没有买 你为什么要买这边 还记得吧 那八月份 为什么我要卖这边 为什么八月份卖这边 投资朋友 卖了我才能去买宏观店嘛 投资朋友 我是不是在讲连续剧啊 七字头到九字头 这也很轻松 二十块啊 刚刚讲了再复习一遍 我五月份连续买进的 四月到五月连续买进 就是万债 但是到七月 从二十几块涨到七十块 我当然下车嘛 下车要买什么 买我最看好的连接器嘛 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一直买 一直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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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买最多次的啊 后来呢 八月份买什么 买三二五七红货店 是不是 那最近我开始跟你讲 我天天买啊 我天天开始买这一堂股票 加币起啊 我天天买 我这个礼拜 天天买 我这个礼拜 我天天天天买 这就是我的操作 为什么我要天天买 我看好啊 我看好就买 天天买啊 我的做法不是说 会员只有一个人有 某一个 其他的通通都没有 很多老师我也觉得蛮奇怪 可能看好什么股票 但是他们的操作模式 我是不敢拧教的 为什么 只扣了一百零一次 唯一的一次 然后节目上就可以吹捧的 哇啊 赚三倍赚五倍 你中间你会员 根本没有人买嘛 你中间会员没有人参与嘛 你讲赚几倍 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那我的做法不一样 甚至我节目上 是明着跟你讲的 我天天买 我就天天买给你看了 喂你朋友 我有没有天天买啊 有 谢谢 所以我讲话看 有黄色嘛 全市场哪个老师跟我讲话 这么黄色呢 有钱比较大色呢 知道吗 知道 好来 那请问同事朋友 那接下来十月份呢 十月份就算指数比较悲观 但是还是有标股啊 我倒觉得你可以先避开比较大型的 除非成交量突然蹦出三千亿四千亿 但我认为这个几率非常的低 几率非常的低 各位投资朋友不要忘记 十一月 十一月很可能还要再升息 那十一月可能要升息 那十月的指数怎么会大涨 第二个 我们跟美国的选举日是在明年的 我们是在一月 一月十三号 那请问投资朋友 一月份才要选举 那十月份就开始急拉吗 可能性不高啊 虽然很多投资朋友 你们会看到很多节目的分析师告诉你说 十月份是光辉灿烂的十月 十月份什么一涨难跌 你相信吗 议长难跌 不是千篇于律嘛 你要懂你要了解 所以希望政经你要来 来 我们再看一遍 那加比奇这个就不讲了 因为我已经连续讲一周了 相关这个 你可以去看昨天跟前天的内容很清楚 那我先给投资朋友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又是很轻松 来 昨天加Night 是不是跟你分享这一档股票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档股票的这个 我昨天分享的是月线 你们仔细看哦 昨天上影线比较长 那我让你看一下今天的上影线 我把它稍微拉过来一下 你们自己去做对比 这是今天他收的 昨天收的上影线比较长 今天收比较短 那证据在这边 你今天开盘买进 就是最低 收盘他收最高 不多啦 这一根就7% 这是日线 这是月线 你们应该都看得懂吧 日线这个线形是多 多么的漂亮 站上所有的均线 多头排列 那月线也是如此 也是非常漂亮 我都昨天讲过 收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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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啊 收敛完啊 这样还不懂 我要怎么讲啊 那MACD 昨天还没有冒出红哦 今天冒出来了 昨天的量还没有什么 比前一根这个来得大 今天马上就追上来了 重点是这一句话 重点是这句话 我把它圈起来 等一下 重点是这一句话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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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他第一季亏损 第二季转亏为盈 但是上半年还是亏损 因为第一季亏了比较多 但是他第二季开始转亏为盈 那我现在问的是第三季 加上第三季的话 会不会转亏为大赢 如果你知道 你的眼睛会发亮啊 投资朋友 你知道吗 那 你们知道我的强项吧 我的强项就是财报 你不需要知道吧 那我要知道啊 我要带会员操作啊 那当然我要知道啊 我总不能跟你一样用猜的吧 你们都在猜 你们都在猜什么 猜九月份 这些AI的财报 什么很好很好 多好多好 老实讲啦 明眼人看股价就知道财报好不好了 财报会先说话的 股价它绝对是反映什么 反映财报 那你说你看好这一些财报 你认为它财报很好 那股价怎么会跌啊 股价它是会说话的 它会导航你知道吗 它会先预知未来 所以你看它股票在上涨 你刚才看到这档股票 多多排列气势这么强 代表什么 代表它公告什么消息 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财报漂亮 这样还是财报不好 答案都出来了 这很简单 这很容易懂 希望你要来 那今天持续的分享 我今天要持续的分享 那还没有加的来看一下 还没加的麻烦一下 还没有加LINE AD 我今天要持续给你一份见面礼 那这份见面礼在哪里 在你加好的LINE 你待会加好的LINE AD 里面会有这个 会有这个 填表单 领中秋毫里 你要记得点一下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5168 我一路发 您一路发 你看到这个画面 5168 你把它点进去 你把它点进去 填妥一些资料 相关的资料 你可以来拿 拿什么 拿下周 当你留电话先通知 你有留电话的 有人会先通知你 跟你分享这一份 中秋毫里 去登记吧 通常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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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解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昨天有来的 昨天有加好的 有加LINE AD的 今天7%是你的 因为它今天开最低 收盘收最高 这是日线 这是月线 今天你就7% 那昨天有没有来加 有加的 你就有7% 希望什么? 希望你今天赶快加一加 另外在今天田丸表 同志们 你在我们LINE的田丸表格 还有什么好礼? 当然有啊 因为中秋节 中秋节真君要祝福您中秋节快乐 我祝您一路发 我祝您一路发 那你在这个表格里面填好 会有什么好康? 当然会有好康 会让你来什么? 感受一下 让你来体验一下 体验什么? 一定有好康 我才让你来体验啊 也就是说下个礼拜 会有人通知您 会有人通知您四个号码 希望你一路发 那你真的一定要来体验 那怎么体验? 很简单 我们还是一样啊 老规矩啊 老动作啊 要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生评估 并似乎投资风险